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幕就发生在香港警嫂李太太的家门口 我是住警察宿舍的 有一晚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宿舍那里有人说要去 我那一晚我就带着小朋友说不如我们早点回家 因为那天我在奶奶的家吃饭 然后回去就看到那些水马和很多警察 我就觉得很恐怖 现在我们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们 由于家在警察宿舍的较深处 李太太及孩子当晚还算安全 另一位警员家属则没那么幸运 我先生的同事她家就被人打烂了 那些人在街上就扔一些砖去扔烂了玻璃 那一天是奶奶照着两个小朋友在家 一边是一些人扔砖 另一边就有人冲上来拍门 她那个奶奶就很害怕很害怕 带着两个小朋友在厅那里 就是躲在那个桌子那里 家里的家具全部都烂了 那她第二天搬走了 现在那两个小朋友就经常发噩梦 自六月以来 香港严正执法的警队成为反对派的攻击目标 一些暴徒更肆意冲击警署攻打警员 目前已造成近200名警员受伤 反对派还散播 傅在子长 祸及妻儿等煽动欺凌警员子女的言论 有1614名警员及家属的个人信息被曝光 多个警察宿舍遭围攻 门窗被装头砸烂 出入口闸门被撬毁 宿舍区内一片狼藉 这一切让身为警嫂的李太太忧心忡忡 李太太的孩子今年刚满四岁 非常崇拜自己的警察父亲 这种本让李太太欣慰的崇拜 却逐渐成为她的担忧 男仔他们一向都很喜欢警察 他现在仍然很崇拜他爸爸是警察 他常常在外面跟人家说 My daddy is policeman 即是很娇愕 有一天我带着小朋友 大地铁 电视刚刚正在播出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 我小朋友就立刻说 爸爸 我就很害怕 我立刻掩住他的口 我就很害怕有人看到他爸爸是警察 还有现在我帮小朋友写那些兴趣班 地址 我全部都不敢写那些警察叔写 我觉得很可悲 看电视都是爸爸是警察 他们应该是很羡慕 但是现在我说都不敢说出来 我觉得这个社会有很大的问题 尽管面临威胁和恐吓 李太太支持丈夫的心却从未改变 2012年李太太与丈夫相识相爱 7年来携手走过战中的艰难时刻 走进现今的纷纷扰扰 说起丈夫 他依旧觉得他很威风很酷让人骄傲 我对他都很尊重 他的质疑我都觉得很威 他有时邀请我去他们那些不业里 都觉得很威风很型 我都很心痛 为什么香港会变成现在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仇视警察这个群体 我先生他基本上天天上班 20个小时 他回来可能睡一两个小时 就立刻出去上班 我们就常常见到他 我都看电视 他都不跟我说他在哪里上班 我就很担心他的安全 选择了他 这些都预料了 我们就搞了一些found raising 去支持警察 就找一些邀班警察 帮我们送一些物资去警察局 我们都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和李太太一起为警察加油打气的 还有数以万计的普通市民 两个多月来 称警机会规模越来越大 社会各界自发慰问警察 阿瑟加油正成为广大市民的普遍新生 李太太不再是一个人 更多的李太太走出家门勇敢发声 更多的人站在了李太太的身后 现在见到这么多朋友 出来支持警察 我都觉得很安慰 我觉得心灵上面 给了我们一些支持 我都很多谢那些朋友 我觉得他是很积极的 他不管你们怎么看他 但他都要做好自己 应该做好那份事 所以我觉得香港警察是真的很专业 他现在刚刚四岁 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 但我就跟他说 你爸爸是警察 他是一个英雄 你应该是你的父亲 你应该是你的父亲 9月开学季就要到了 李太太的孩子即将踏入崭新的学期 穿上校服 背上书包 孩子的步伐依旧轻盈欢快 李太太称自己的最大愿望 是希望孩子能平安快乐成长 希望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 警察父亲依旧高大且令人骄傲 选择成为警嫂 李太太也从未后悔过 他依旧对这座城市有很大的信心 相信香港警察 香港市民 相信香港 我又不觉得是一个很辛苦的身份 因为我觉得香港警察和香港市民 是很守法的 我对香港的市民是有信心的 你们在前线加油 我们在后方一定会给你们最大的支持 大家都在经历一个很不容易的阶段 不要放弃了 加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在下线里面 他们在下线加油 我们在下线加油 ccs 给我